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WFF旗下顶级无限制格斗赛事 武林龙中队 本栏目特别感谢优德控股集团 优德医药网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将为您呈现的是一场 雨量级的定级赛 首先为您请出的是 蓝方选手来自搏击王国 荷兰的 都安海尔福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81年级长 30年级长 从荷兰 我给您 Dwine Hepburn 好 现在已经看到的是 来自于荷兰的选手 端哈尔福德 哈尔福德今天已经是 30岁的一个年纪了 身高1米81 体重是66公斤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龙中队的比赛 此前职业生涯的战绩是9胜6负 对于一位雨量级的选手来说 今天 Dwine Hepburn的1米81的身高是相当出色的一个身体条件了 好 减了完毕之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比赛场景当中 欢迎 Dwine Hepburn 红方选手拥有一个非常有历史感的绰号 叫大秦桔 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中国的红方选手 何少帅 阮长 赤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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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年纪 赤鸟 赤鸟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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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 欧州 赤鸟 大家都在做 这都不在 为什么我会想要 我会想要 我会想要 好 贺少帅出场好外号啊 大琴吉今年是20岁 身高1米80 来自于大琴武术 搏击综合格斗俱乐部 出场音乐也是很有意思的 感觉像是一首适合姑娘的出场 出场乐 但是被他用上了 这边裁判在做最后的简录 完毕之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比赛场地当中 这也是贺少帅第一次 在武林龙中队的比赛当中出场 欢迎贺少帅 蓝方选手今年30岁身高1米81 体重66公斤 目前的积分500分 战绩9胜6负 掌声送给来自搏击王国荷兰的 杜安艾尔福特 同方选手今年20岁身高1米80 体重66公斤 来自大琴武术综合搏击 目前的积分500分 2016年大城武艺MMA第2G 66公斤及冠军 目前战绩8战6胜 掌声送给大琴吉和少帅 要感谢好凉茶不伤位 福森员凉茶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就到丹江大观院 过吉祥年 要送就送王老吉 感谢王老吉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喝凉白开 杰克杰克 真杰克本栏目选手 指定用水由新麦郎凉白开 特别提供 场上裁判 皮特武林龙中队 龙中开战 小伙许 knowledgeable 我们已经得正 komma 经过 ihre规 ей 请 responsive 观点 如果听 teas imposing 打at抢 然后如果你懂得 我做个凌igent 那你们 回来 回来 说 三 一 掌一 我好 » 我好 做 好 何少帅啊 身高160在这个量级 通常他身高是占优的 所以他都用拳腿来吃对方 那他转板就是抗摔 注意 说话之间就被对手给摔到了地板当中了 他的对手是为柔树黑带啊 来世格雷奇加足了柔树黑带 终结能力相当强 十三胜里面啊 全部都是提前终结 现在一上来就是拿到了齐称位 对 他十三胜里面有十二次的降服 一次TKO就非常好够 拿后备了 要小心哦 所以今天对这个何少帅而言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对 刚才杜安一上去就直接爆帅 没有出任何其他的花招 糟糕了 是TKO还是裸脚呢 对 这边不停地用拳法来寻找裸脚的机会 是 何少帅几乎没有办法发挥他的长处 对 TKO 裁判师看到何少帅在这个位置保留着这个动作实在太长的时间 对 没有做其他任何的反应 所以就终止了这场比赛 那我们要恭喜杜安 华尔福特 是 不知道他能不能成为龙舟队当中又一股新的势力 不过也蛮可惜的没有看到这个柔柱黑带的一些更高深的技巧 下一次再发挥给我们看 对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第一局57秒 蓝方TKO对手 比赛结果蓝方胜 有请刘虞文化促进会秘书长 优德困股集团董事长 牛柳栓先生为获胜方颁奖